我准备再在美国奋斗个十年 增取存够300万人民币 然后我就计划退休 回国躺平了 不想再奋斗了 那个时候我差不多就40多岁 最近呢看到一对80后的上海夫妇 他俩双双都失业了 因为80后在国内的就业市场很不友好 基本上是找不到什么工作 他们有300万存款 放到银行理财呢 最安全的那种 差不多一个月也有1万多块钱的利息 加上他们也没有房贷 也没有车贷 1万块钱生活也够了 索性呢找不到工作呢 他俩就决定不工作了 就退休躺平了 这个呢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300万换成成美元的话 差不多就是45万美元 这个对于我来讲呢 近十年来还是很有可能完成的 先说一下我们家的情况吧 我们一家四口呢在美国生活 我有两个女儿 我来美国已经有8年了 我老公来美国有10年了 我老公呢在一家美国的牙科诊所 做洗牙的工作 目前呢税后月薪是5000美元 我呢前两年在家带孩子 现在呢随着小孩渐渐的长大了 我自己呢也能出来做点事了 大家看我以前的视频都知道 我现在在做摆摊呀 在网上卖东西呀 也空余时间做做自媒体 也有点小收入吧 这些年虽然是我们没有挣到什么大钱 但是呢我们挺会过日子的 也存了一点小钱 加上我在国内存了一点钱 还有我们在美国的存款 滑了滑了大概有15万美元吧 那这个十年呢我们要存够30万美元 虽然是我们一家四口在美国生活 也买了房子看起来像个大别墅 其实真正的生活 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的轻松 我们为了存钱买房 为了存点钱也是省吃俭用 像我的话物欲消费不强 基本上不买什么奢侈品 也不买名牌 吃饭呢都是自己买菜做饭 也不点外卖 也很少出去吃饭 我们家唯一最大的开销呢 就是房贷 大概一个月有1500美元 我们是五年前买的房子 大概十年的话 也差不多应该会把房贷付清了 我老公呢是20岁的时候 随父母移民到了美国 我呢是跟我老公结婚 办的配偶签证来到美国 所以在拿到美国身份这方面呢 我们没有费什么力气 基本上是走了一条捷径吧 但是20多岁来美国 很难对美国的文化产生认同感 也很难融入到美国人的生活当中去 虽然是像我老公 他现在在美国人的工作环境中 但是呢 他也很难是真正的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去 也没什么美国的朋友 基本上呢 我们交的朋友呢 都是几个华人朋友 我跟我老公呢 是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我们结婚也比较早 基本上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 我们是在国内办的酒呀 领的证呀 也在国内买了婚房 在我老公的老家湖南 一个小城市 也没有什么房贷 如果说拿300万回国 存到银行里 差不多利息也有一万多块钱吧 既然一万块钱夫妻俩在上海都能生活 我想我们两个人 就算是算上贬值 十年后回到我们老家的那个小城市 每个月一万块钱应该也生活的不错 像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5万美元的存款 那还要存够30万呢 那平均大概一个月呢 要存2500美元 像我老公现在税后是5000美元 他的工资呢 主要是负责一些房贷啊 保险的开销 差不多存个2500美元 不成问题 那我呢 现在也能有点小收入 也能增点小钱 我的钱呢 就负责一家的日常开销 现在呢 孩子越来越大了 我越来越可以放手了 我觉得 像我虽然是没什么能力 但是挣出个一家人 吃喝拉撒 还是不成问题的 像我老公的工作呢 每年都会涨点工资 所以十年呢 存够30万美元 对我们来讲 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十年后呢 差不多小孩也大了 他们呢 是在美国出生长大 想让他们跟我们回国生活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还是要尊重他们的选择吧 十年呢 小孩差不多也是该上大学的年纪了 我们就想我们这个房子还完贷款之后 就留给两个孩子 租出去也好 还是卖出去也好 就给他们作为上大学的学费吧 如果不够的话 他们在自己想办法申请奖学金啊 申请贷款啊 我觉得儿孙自有儿孙福吧 我们当父母的也只能帮到他们这个程度了 前两年我们在美国股市最好的时候 投资了点股票 现在算是赔的一塌糊涂 大概我们的股票买了有五六万块钱吧 现在大概是赔了有一两万 等到股票慢慢的回升一点 回到本了 我们就把这个股票都卖了 这些钱呢 拿来应急用 生大病了呀 或者是孩子用啊 都可以用 以后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存款呢 全都存在银行吃利息 用最稳当的方式 以后呢 也不打算投资什么股票呀 基金呀 各种各样的投资啊 我觉得我们的智商有限 我们是永远玩不过资本市场的 其实在美国的华人 说白了讲不回国呢 大概就是一个生存问题 回国之后不知道以什么为生 但是我觉得规划规划 十几年 存个个几百万回国养老 这样躺平也是不错的 我自己的父母呢 其实不太同意我出国来生活 我们家是两个女儿 但是我爸妈呢 也是比较开明的 都是比较尊重我的选择 我也经常跟他们视频聊天 每次视频的时候呀 他们都问我说 以后有没有打算回来呀 他们说如果说 我跟我老公以后回国生活的话 他们可以给我们买一套房 当然我们家也是东北的一个小城市 差不多买一套两居室的 也就五六十万人民币吧 如果我跟我老公真的回去了 我们就南方住一住 北方住一住 冬天的时候呢 就去南方 夏天的时候啊 就来北方没那么热 嗯 我父母呢 今年都六十多岁了 十年的话 他们就七十多岁了 那个时候 他们也正好需要人照顾 如果说我一直在国外生活的话 可能就没办法照顾他们了 虽然是我们父母在国内呢 经济能力还可以 不用我们补贴 也不用我们出钱 他们呢 也可以花得起钱呢 去请人或者是雇保姆 但是我觉得人到老了嘛 保姆和养老院再好 那也比不过自己的亲生儿女 我觉得我们回去了 他们也会很高兴的 而我父母呢 他们在国内生活惯了 也不可能跟我来美国生活 虽然是我们在美国这些年 也去过不同城市旅游 也去过加拿大 但是祖国的大好和尚呢 我们还没有游览过 四十多岁的年纪应该不算大 还能走得动 还能玩得动 如果十年后货币贬值 没那么严重的话 我们两口子一个月 一万多块钱 在小城市生活 我觉得还挺宽裕的 应该还会有结余 应该还会有剩余的钱 能够让我们出去旅游啊什么的 也可以带上我们父母一起 以前总觉得躺平呢 是一个贬义词 是懒惰 是不想奋斗 但是现在想着 躺平也未必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毕竟人生只有一次嘛 你奋斗的再好 你挣再多的钱 你再功成名就 你也活不过千年乌龟 也活不过万年亡吧 毕竟人一生只能有百八十年 能够规划好自己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有什么不可以呢 出国这么多年呢 我觉得人呢 最好的归宿呢 还是要落叶归根的 国外就算再怎么好 依然不是我们的家 即使是说 我在美国买了房子 定居了 在这边有了孩子 但是总感觉 没有什么归属感 不知道大家觉得 我这个计划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在我的评论区留言 看看我这个三百万 十年的计划 能不能行得通呢